他只是被亲了下 就举起棍子打死了自己相公 一棍一棍直到男人没有呼吸才助手 还对公公说打死了也是活该 公公却跪在地上一句话都不敢说 鬼呀 不要过来啊 笑死而复生了 卧槽 哪个狗日的打老子 秦莫 我的儿啊 喂 老婆 你别碰瓷啊 我可不认识你 汉子 我是你爹啊 放屁 我是你爹 别以为你年纪大了就能占我便宜 你这个憨子是不是又犯魂了 我真是你爹 公爷 少爷是不是被人借尸还魂了 放你娘的屁 哪有人借尸还魂有这么憨 这么混的 我看他是皮痒了 把我的鞭子拿来抽一顿就好了 秦莫只要一犯错就会装傻 掩饰自己的错误 他太了解了 很快管家将鞭子递了过去 秦向如拿起鞭子看着秦莫 憨子 爹也舍不得打你 但是你这次犯的措施再是太大了 欺负公主 爹必须给陛下一个交代啊 老头儿 你再打 老子还手了 陛下已经开了恩典 将公主许配给你 迟早是你的人 你为何要心急 老头 我忍不了了 老子这是自卫 就算你报警 老子也不怕 到反天罡了 少爷打公言了 快来人 曹 还有帮手 将他绑起来 压他去皇宫认罪 老头儿 你拍戏 还拍上瘾了是吧 快放了老子 要不然 让你好看 汉子 爹这是救你 你以为你装死就能糊弄过去了 京阳公主可是陛下的心头肉 她尚未过门 你欺负了她 让她名声扫地 让皇家颜面无光 爹要是不把你弄得惨一点 陛下非砍了你脑袋不成 这 这怎么不像是影视城啊 没见到导演组和摄像器材啊 卧槽 莫非老子穿越了 喂 老头 现在是什么朝代啊 大前 那当今皇帝叫什么名字 憨子 你别闹了 快说 李世龙 卧槽 老子穿越道 平行时空了 唯一的一个理性 皇朝就是大唐 那这么说的话 这个老头真的是我爹 你妈啊 前身还真是个憨憨啊 还没过门的公主 也敢欺负就算过门了 想要纳什么 也要争得公主的同意 老 爹 你现在押送我去皇宫 憨子 你总算不装傻了 一会儿进宫 看见陛下就哭 见到公主就认错 知道不 那不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 有喝 对对 没想到我家憨子也有聪明的时候 不过 以我对陛下的了解 他就算看在我的面子上不杀你 恐怕也会打断你的腿 祸槽 这么凶残的吗 陛下 秦国公来了 哦 他来得正好 朕还打算派人请他呢 陛下 罪臣来向您请罪了 向如 你眼睛是怎么回事 罪臣不小心在家摔了一跤 不无防事的 哦 那你到底犯了什么事了 陛下 罪臣教子无方 做了一件错事 请陛下责罚 秦汉子 你又做了什么错事了 岳父大人 我也不知道 我做了什么错事 然后莫名其妙 就被我爹打了一顿 他还说岳父大人要杀了我 我好怕啊 汉子 怎么可以叫陛下岳父大人 陛下 罪臣 行了 有什么事情晚点再说 先过来商量大事 三年前被打退的北奴又要来了 西南传来急报 祸独逃进草原深处后 打败了鲜卑 和解 敌 向三伏联合在了一起 陛下 我愿意带兵 灭了他们 这些狗砸碎 年年侵扰边界 早该动手了 不错 陛下 早该动手了 微臣愿意带兵 迎击北奴 秦向如的功劳够高了 本是不愿站出来的 可是秦末犯了这么大的罪过 他也只能这样做了 不行 现在国库空虚 哪里有钱来打仗 陛下 天下苦战久矣 若是再战 民众怨声再道 请陛下愚民同修 秦末 人家都挑衅到家门口了 难道还要人吗 秦三伏 你说谁怂货 秦匹夫 我要跟你决斗 好了 别吵了 秦末看笑了 这就是古代的大臣 一言不合就开打吗 不过 他听了这么久 也听了个明白 皇帝想打 武将想打 文臣不许 国库不许 想打仗 又不想太伤才劳民 有办法呀 岳父大人 只要你答应我一个要求 我就告诉你 怎么解决国库空虚 又不劳财商民 又可以发兵 攻打北奴的办法 憨子 你少犯魂 陛下 我而脑袋缺根血 说话不经大脑 陛下切莫 只要你能解决这个问题 什么要求 朕都答应你 岳父大人 你可是皇帝 你不会骗我吧 你都说朕是皇帝 皇帝一言九鼎 说过的话 岂能出而反而 其实简单的嘛 以战养战 别人来打我 我就逃 别人逃走了 我就打他 把他弄得精疲力竭 然后我再偷袭 弄得他难受得要命 我跟人打架就这样 一打一个准 他还拿我没办法 气死他 这憨子 打架岂能跟军国大事相比 你老头 放屁 怎么就不能比了 我之前跟人打架 那些人 有很多帮手 我又打不过他们 那我当然要想办法 去打赢 陛下 这憨子满嘴胡言 还是将他逐出去的好 老头 这是我岳父大人的家 我是他贤婿 轮得到你避避 秦国公 梁国公 我而脑子缺根弦 你多胆呆点 哈哈 好了 梁爱卿 你也别跟他一个汉子计较了 秦汉子 你接着说 我打不过那些人 但是我知道 他们也不是齐心的 所以我就想办法 挑拨他们 让他们自己乱起来 等到他们一拍两赞 我就找他们算账 揍得他们 哇哇乱叫 妙妙妙 敌进我退 敌注我扰 敌励我打 敌退我追 好好好 向如 你为朕养了一个好贤婿啊 陛下夸奖了 这汉子平日里就知道斗狠 也算是说了几句有用的话 说吧 秦汉子 你想让朕答应你什么要求 岳父大人 贤婿只有一个要求 请求岳父大人 撤销我跟我老婆的婚事 汉子 快跪下 陛下 我儿说话不经大脑 请陛下恕罪 向如 把汉子带回去 好好教育 父皇 请父皇收回成命 朕正在跟大臣商议国事 不是让你在偏殿候着吗 这就是公主 卧槽 长得挺漂亮啊 父皇 女儿不要跟秦汉子成婚 求父皇收回成命 放肆 朕已经下了圣旨 将你许配给秦末 秦家也下了三书六礼 婚事既定 天下皆知 你是想让天下人吃笑 朕言而无信 岳父大人 我不要娶她 她太吓人了 长得丑八怪一样 要是晚上抱着她睡觉 我会做噩梦的 我只恨那一棍子 没有真的将你打死 才让你如此羞辱于我 卧槽 老子脑袋上的包是 这小娘们打低 那就更不能娶了 前身可是真的 被她一棍子打死了 我可不想死第二次 岳父大人 他打我 你看我脑袋 老大一个包 我差点没被他给打死 秦末委屈巴巴地走上前 将后脑勺的大包 给李世龙看 看着那淌血的大包 李世龙大怒 他总算明白 为什么秦向如 要把秦汉子打成这样 带过来认罪 完全就是不想让他丢脸 还有秦汉子 说要退婚 恐怕也是被李玉树 吓成这样的 虽然秦汉子憨了点 但是没那么多花花肠子 刚才还为他解决了一件事 立下功劳 打架斗狠的确不好 但京城那些纹固 有几个不打架斗狠的 李玉树 你想气死朕是不是 秦末是你未来夫婿 就算他憨了点 你也不能仗着 自己是公主欺负他 朕是让你过去看他的 不是让你打他 李玉树气得眼泪直流 这憨子居然恶人先告状 他先是在家装病 引自己去看他 然后乘机欺负他 要不是他运气好 恐怕就被这个憨子给欺负了 向秦末道歉 我不 陛下 哪有公主给臣子道歉的 万万不可 莫说你一个公主 便是正反的错 也要向臣子赔不是 你要是不道歉 甚就没有你这个女儿 公主 道歉吧 别拧了 舅舅 连您也觉得我错了吗 这憨子欺负我 要不是我反应快 我就被这个憨子给欺负了 到现在你还在栽赃 他一个憨子 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 说他打架 我相信 欺负女人 是万万不可能的 父皇 我没有栽赃他 来人 将李玉树带下去 锦足一个月 没有真的旨意 谁也不许放他出来 公主 回去吧 秦憨子 我恨你 岳父大人 你看他 贤婿 委屈你了 来人 给郑的贤婿送上好的智商膏 再送百珠 丹东立餐子补身体 没什么事退下吧 哎 我都这样了 皇帝还是舍不得放了我 看来以后 不能给他出谋划策了 否则他更舍不得自己 爹问你 是谁让你在家装病 引公主去见你的 秦莫的习性他太了解了 这个儿子 喝酒打架都狠 他最喜欢 对女人根本不开窍 欺负公主 这样的事情 他干不出来 嗯 我不知道 想不起来了 你爷爷的 老子一定要查出来是谁所使的 也不知道以后驸马这个身份 能不能护住你啊 小六子 本少爷问你 是谁所使 本少爷装病 骗公主过来的 少爷 我也不知 靠 你不是一直跟着本少爷吗 少爷嫌弃 小六子不会喝酒 不许小六子跟着 那为什么没有侍女 伺候本少爷 少爷 公爷不许 要等京阳公主过门才行 嗯 明明穿越到了大前 还成了国公世子 这明明就是顶配啊 可结果穿越城汤汤 连个小侍女都没有 那谁伺候本少爷 少爷 是我 鬼 少爷 该上学了 靠 不上不上 老子要睡觉 少爷 不行的 你可是国子剑生 是公爷好不容易求来的 国子剑 那不就是皇子 读书拉方结派的地方 不去不去 本少爷 伤害美好 好了再说 不去抽死你 爹啊 我们家的国公 是世袭网替的 咱们家就我一个独苗 等你两脚一蹬 这国公不就是我的 国公为吉人臣 我还那么努力做什么 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嗯 嗯 汉子 老子还在呢 你就盼着我死 你有道理 我让你胡说八道 你打我 我不要你这个爹了 等你以后死了 我就拜光国公 嗯 亲汉子 来了啊 你好勇啊 许人敢当着陛下的面退婚 怎么样了 有没有成功 嗯 什么成功 你谁啊 秦汉子 你给我装傻是不 我八皇子 李月 汉子 你是不是把我们前几天打得赌忘了 嗯 什么赌 你不是说要拿下我七姐吗 怎么样了 哦 好啊 原来是你这个小杂种 唆使的老子 还真特么阴险 想知道吗 当然了 我却没打的 王八蛋 就是你唆使 老子做坏事是吧 我砸死你狗东西 妈呀 秦汉子怎么打八皇子了 他不是跟八皇子关系最好吗 还愣着做什么 快拉开 秦汉子 你疯了 李月 你个王八蛋 害得老子被公主砸了一磅水 差点没砸死 八弟 你明知道秦墨是个汉子 为何还要招惹他 父皇常教导我们 要亲戴功臣之后 若是父皇看到你们扭打在一起 会怎么下 上课了 为何还在赖逗留 梁先生 快进去 今天我们学树散 靠 国子健老师 是这老头 汉子 你不用进来了 别打扰其他人学习 老头儿 你不让我进 我偏要进 哈 进到学堂 秦墨也不知道自己坐哪儿 看到空位 他直接坐了下去 众人好奇地看着他 这秦汉子平日里巴不得不进来 今天怎么转性子了 梁征一进门 便开始上课 而且没有书 也没有黑板 就硬讲 然后发用来擦屁股都嫌隔硬的黄纸 让他们做笔记 而他们却如获珍宝一样 秦墨兴趣缺缺 而梁征讲的不过是 小学生都知道的知识 秦墨生了个懒腰 打了个哈欠 直接趴在书桌上 大睡了起来 秦汉子 卧槽 老头 你上你的课 我睡我的觉 大家井水不放河水 你打我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秦汉子 你这不学无术的小木 老头儿 你不要以老卖老 要是打坏了 小爷的聪明脑袋 你赔得起吗 梁先生 秦墨憨傻 一根精 还请梁先生大人有大量 不要跟憨子计较 快向梁先生道歉 梁征对太子还是很满意的 作为储君 他知礼节 有威严 能礼贤下士 日后长吉 必是明君 看在太子的面子上 老夫就不与你计较了 凭什么要我道歉啊 他不让我进教室在先 打我在后 要道歉 也是他向我道歉 还有老头儿 你刻上的真烂啊 这种水平 也好意思出来教人 我都替你感到羞燥 你说什么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惊呆了 秦憨子可真敢说 梁先生不仅是国公 更是当时有名的大儒啊 国子剑老师 可不是谁都能当的 我说你刻上的真烂 但凡你说点有意思的内容 我都不会打瞌睡 数字 老夫要去陛下那里揍你一本 摘掉你国子剑奸生的身份 你赶紧去找陛下 要是明天 我还在国子剑 我都瞧不起你 你 你 你这个憨的 你给老夫当着 很快 李世龙的御驾便来到了国子剑 为了彰显自己对梁征的看重 李世龙甚至邀请梁征同城 这让梁征心中无比感动 陛下驾到 别睡了 憨子 父皇来了 推个屁啊 我就是要让皇帝生气 然后狠狠地把我贬出国子剑 这学上着没一点意思啊 而这是参见父皇 都起来 陛下 你也看到这憨子有多目中无人了 李世龙气啊 秦相如多勇武 当朝猛将 还为他挡过刀 偏偏生了个头脑简单的憨子 他还把自己的爱女许配给他 虽不是长公主 却是他最疼爱的女儿 高世莲 去叫醒他 诺 驸马 帝下来了 去去去 别打扰 小爷睡觉 众人都暗暗吞咽口水 这秦憨子胆大包天 不尊重梁争也就算了 连陛下也不尊重 高世莲苦笑地看了眼李世龙 李世龙咬着牙 额头轻轻抱起 显然怒急 这不上进的东西 他拿起戒齿 大步走到秦莫面前 一戒齿抽在了秦莫的脑袋上 哎呦 卧槽 哪个不长眼的东西 打本少爷 秦憨子 你看看这是谁 我才不管是 疑 岳父大人 你怎么来了 我我知道了 是那个没什么文化的臭老头 把你叫来的吧 混账东西 连爱卿乃本朝大儒 名声在外 岂是你一个憨子可以羞辱的 还不快向连爱卿道歉 要不然朕饶不了你 岳父大人 明明是他有错在先 凭什么要我道歉 你不公平 秦莫一句话 惊得众人汗流加倍 太敢说了 李世龙过来也是表个态 秦莫毕竟是自己女婿 昨天又立了功 他肯定帮他的 可这憨子不识好歹 梁爱卿乃是朕多次请求 才邀请来的国子健老师 他为师 你为生 你若敬他 他岂能跟你一个憨子计较 父皇 秦憨子 说话没脑子 请父皇恕罪 这教唆前身的李月 居然帮着求情 卧槽 谁要你求情啊 我又没有说错 这老头水平太差了 教不了我 我不要他教 陛下 请撤出秦莫国子健奸生 若是秦莫还在国子健 微臣请辞 父皇 秦莫多次顶撞梁先生 扰乱纪律 若是继续待在国子健 会影响众人 梁先生乃老师 若是情绪受到影响 又怎么能够保证教学质量呢 父皇 天地君金师 秦憨子不遵师长 必须谴责 可若是逐出国子健 未免太过严厉 不若如此 单独让秦憨子坐到一旁 这样既不会影响梁先生的心情 也能让秦憨子学习 常言道 敬朱者吃敬末者黑 秦憨子就算再传 耳濡目染之下 也能成才 这一番话说到了李世龙的心里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他不能真的把秦憨子赶走 而且李治也暗暗地夸了梁征 给足了他面子 梁爱卿 你也看到了 这秦憨子连朕的面子都不给 你也别跟他一般见识 他若是还要犯魂 朕一定狠狠抽他 也罢 微臣遵旨 只要这秦憨子不再扰乱纪律 微臣当他不存在便是了 为什么父皇不听我的建议 我可是太子 难道他想把皇位让给老四 不要啊岳父大人 这老头上课 跟苍蝇念经一样 我听着就头疼 让我离开国子剑吧 这老头水平这么差 把我聪明的脑袋 浇奔了怎么办 反正一句话 有他们没我 有我没他 来人 将这憨子拉出去 张二十 我不服啊 这老头教的狗都不学 我不服 我不服 月儿 你做什么 父皇 秦憨子性格执尿 头脑简单 他认定的事情 你就算打死他 他也不会转弯 还请父皇看他妻姐的面子上 饶了这汉子 秦莫也是一脸错愕 为什么李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庇护他 莫非公主事件中另有隐情 这棍子是万万不能再挨了 他想装病 可不想真病 李世龙也知道老八跟秦憨子关系很好 怒气也稍退 向梁爱卿道歉 发誓从此不再扰万纪律 真就饶了他 道歉 这辈子都不可能道歉的 岳父大人 我真的没有骗你啊 这老头教的真的狗都不学 听他上课真的会变笨的 秦憨子 既然你这么瞧不上老夫教的数算 那老夫出几题 你若是能答上来 从今天起 老夫的课你都可以不来 若来了睡觉 老夫也不智慧半句 老头你说话算话不 陛下为证 好岳父大人 那你就帮我作证 我要是答上来了 这国子剑我以后就不来了哈 好 朕作证 若你答不上来 便向梁爱卿道歉 发誓以后乖乖上课 如何 李士龙为了这憨子 也是操碎了心 也就是秦憨子 若是换成其他驸马 早就被他丢出去了 当然 别人看到李士龙早就吓尿了 根本不敢这样 说来也怪 秦莫叫李士龙岳父大人 他不仅不恼 反而让他真正体验到了一丝温序之情 没问题 近有智兔铜龙 上有三十五头 下有九十四足 问智兔各解合 这是我今天留下的题目 你可能解答出来 就这 这不是有脑子就行 众人无语 这秦憨子脑袋不聪明 口气还挺大的 国子健百多学子里 还无一人解答出来 李士龙也暗暗摇头 这题目 他也需要不少时间来解答 数算一道学好有大用 而这天下会主算的没几人 梁征恰好是其中之一 有他总理国库 李士龙非常省心 我给你一炷香的时间 你若是解答出来 这还要一炷香 你瞧不起谁呢 这有二十三只 兔有十二只 你是不是看过答案了 你们解答出来了吗 梁爱卿 秦憨子说的是对的吗 对呢 众人满脸不可思议 他们没有一个人答出来 秦憨子不假思索 便把答案说了出来 还说对了 秦憨子 你 你是怎么知道答案的 不是有脑子就行 今有强厚五尺 两鼠对穿 大鼠日一尺 小鼠一一尺 大鼠日自卑 小鼠日自败 问何日相逢 各传几何 两只老鼠三天可以打通 大老鼠打通了 三加八除以十七尺 小老鼠打通了 零点五减八除以十七 等于一三十四尺 好了我解答出来了 现在是不是可以 离开这个地方 不 这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呢 他把姐姐骗上好兄弟的床 而他就站在门外把风 还时不时地偷看两眼 并送上两句加油 但是好兄弟不但没得手 还反手 把他骗姐姐的事情 告诉了他母亲 秦莫说 是你怂恿他欺负玉树的 完了 秦汉子 居然把这件事说出来了 母后 儿臣错了 说吧 为什么要这么做 母后对你们从来都是一碗水端平 你应该明白这件事 若是让你父皇知道了 会有什么后果 李悦眼中闪过一丝恐惧 若是让父皇知道 他少不了鞭吃 禁足 严重恐怕还会提前让他就翻 秦莫心中也十分好奇 为什么李悦要怂恿前身 欺负李玉树呢 因为 因为 因为什么 母后 您别动怒 儿臣这就说 儿臣知道 七姐讨厌秦汉子 一心想要退婚 秦汉子虽然憨直 不爱学习 但为人单纯 没有心结 若是退婚 秦汉子和秦家也会成为笑柄 儿臣跟秦汉子是好友 不忍看他沦为笑柄 所以 你就唆使他欺负你七姐 想扔米煮成熟饭 是 母后 所有的错都是儿臣造成 秦汉子不懂男女之事 全是因为听了儿臣的教所 这才冒犯了七姐 母后要罚就罚儿臣吧 说完后他心中苦笑 心想 这件事怕是要不了多久 就会传进父皇耳中 到时候 他肯定会离开京城 这 也是他为秦莫做的最后一件事 秦莫听到这话 第一反应就是不信 可玄机礼乐的话 又不得不让他相信 他挨了自己的揍 却不记恨 反而处处维护自己 这一切的一切 不正说明 他是真把自己当朋友 没想到一脸猥琐的八皇子 居然这么够意思 这么大的事情 竟然一个人懒了下来 这人能处 有事是真的上啊 岳母大人 这件事我也有错 其实我也知道 公主不喜欢我 既然她不喜欢我 那就算了 岳母大人 你还是给公主 另找一个如意郎君吧 秦莫 你当公主是路边白菜 想要就要 想不要就不要 不过公孙皇后 知道真正原因后 心中的气也消了大半 不为别的 李月只是为秦莫着想 其实李玉树的事情 她也很头疼 可是事情已经定下来 要是反悔 会让秦家寒心 有损天家威严 所以婚事不能退 也退不了 那岳母大人 你就别打李月了 你看她瘦胳膊瘦腿的 万一打几下 死了怎么办呢 我身体强壮着呢 抗揍 秦汉子虽然憨 但是对我言听计从 从小就是她跟在自己身边 在其他皇子排斥我 欺负我的时候 是秦莫站出来维护我 现在也不例外 母后 儿臣的错 儿臣一力承担 你承担得起吗 一个个都长大了 翅膀硬了 这件事就这样吧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秦莫单纯 很容易被人利用 你记住了 要好好保护她 免得她被坏人利用 谢谢母后 汉子 快谢谢母后 谢谢岳母大人 以后 我谁的话都不听 就听你的 那以后不许再说退婚的事情 还有 等玉树禁足期过了 找她赔礼道歉 她现在还在禁足呢 好了 这下自己挖了个坑 把自己埋了 听到没 听到了 不过 公主不会 又拿棒锤打我吧 不会 出去后 这件事烂在心里 传出去 别怪本宫找你们算账 是 母后 岳母大人 我保证守口如瓶 汉子 你千万记住 不能对外乱说 我答应岳母大人了 放心吧 我在国子舰打你 你为什么还要保护我 我们怎么打都行 别人打你不可以 我是不受宠的皇子 你是汉子 这满朝 也没人瞧得起咱 那就活得舒坦一点 等过两年 我就翻了 就没人保护你了 汉子 你要学会照顾自己 不能做什么 都这么忙了 我本来还想 如果你能早点拿下七姐 也许七姐就会认命了 到时候等我走了 七姐也能护佑你一生 这兄弟能处 咱们去喝花酒怎么样 你疯了 要是让那些御史知道 我们都得完蛋 而且你是驸马 你进勾兰之地 父皇饶碌了你 靠 这驸马真憋屈 这也不许 那也不许 还要为公主守身如玉 没意思 回去吧 记住我的花 不想屁股开花的话 就别去勾兰之地 走了 今天摆平了皇后 挨了顿打 道也不亏 只不过公主恨我入骨 娶回来也不会和睦的 所以这里玉树 还是不能娶啊 秦憨子 欺我表妹 我打死你个混账 卧槽 你谁啊 我什么时候 欺负你表妹了 秦憨子 你少他娘的装傻 假装不认识 老子是不是 我是你老子 狗日的 给你爹放尊重点 打死你 秦憨子 你卑鄙 你才是憨子 你全家都是憨子 再过来我掐死他 秦憨子 快松手 秦憨子 公孙充可是赵国公世子 皇后亲侄 你要是敢掐死他 吃不了多个走 卧槽 难怪这小子 敢这么嚣张呢 原来是皇后的侄子 我还是皇后的贤婿呢 俗话说得好 一个女婿半个儿 你再亲 能有我亲 啊 秦憨子 我要杀了你 告诉你 那是我 没过门的老婆 老子想欺负就欺负 闻得到你在这里 说三道四 别说是你了 就算是你爹公孙 无忌来了 我也不怕 这秦憨子太嚣张了 公孙兄 不如现在进宫找娘娘告账 我这样去找娘娘 只会给她丢脸 让玉树表妹看不起 秦憨子 你给我等着 爹 那秦憨子狂被无知 性格乖张暴力 玉树表妹嫁给她 是不会幸福的 我要把玉树表妹抢回来 你拿什么抢 你在五门外 被秦憨子 暴打一顿的事情 早就传遍京城了 他们都是笑你无能 四个打一个 都打不过人家 得且 这是陛下下了圣旨的 已经下了聘术 全国皆知 你想让陛下无信于天下吗 是秦憨子搞妥协 你还说 娘娘今天把我叫去立正殿 狠狠把我呵斥了一番 说我叫子无妨 大丈夫和缓无期 你可是公孙家的弟张子 如此鲁莽 我以后怎么敢把家族交给你 那孩儿知错了 可秦憨子打了我 这件事难道就算了吗 还有玉树表妹 难道我就眼睁睁看着 青梅竹马的玉树表妹 嫁给憨子 你知道陛下为什么不把玉树许配给你 而是许配给秦莫吗 因为秦相如 你只猜对了一半 陛下不希望我们家跟皇族联姻 你明白吗 咱们家被笔下鸡蛋了 从今天开始 你给老子消停点 玉树哪边你也不要接触了 要是出了什么丑闻 陛下不会放过公孙家 祝国公家有一女 叫柳如玉 年方二八 是京都有名的淑女 我会向陛下求恩点 爹 我只要玉树 蠢货 你被祝油蒙了心了 你好好想想 柳家是做什么的 柳家正在驻守南疆 长兵十万 其子为陛下牵马坠灯 儿子在国子见 是不是 没有玉树 你还是你 你为公孙家长子长私 未来必将继承家族 如果你能够成为柳家女婿 如虎天意 太子能不重用你吗 说句大逆不到的话 日后陛下并天 谁还忽悠秦家 到时候秦家还不是认错原便 孩儿知错了 秦爹消气 记住了 没有必胜的把握 不要露出獠牙 给皇后吃的米饭 不仅不用完成 还要全部倒在地上 然后再掏出不到十吨重的锤子 把地上的米饭 围把1748下 再徒手搓成一个个丸子 放到碗里撒上芝麻和糖 这就是秦莫给皇后亲手做的美食 本来今天是过来给公主道歉的 却看到众人吃的早餐狗都不吃 所以决定给皇后露一手 快 趁热吃 哇 好吃 你们还傻愣着做什么 快吃啊 这是什么 味道居然这么好 这 这味道怎么如此好 潘子 你给我尝一口 潘子 多给我留一点 太好吃了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这就好吃了 这不过是饭前甜点 又不是主食 等着 看我给你们做更好吃的 秦莫 这食物叫什么 岳母大人 这叫瓷巴 是我特意为您做的 您吃了后 未来的生活一定甜甜蜜蜜 来人给陛下和那些大臣送去 让他们也尝尝先 潘子 你再多做点呗 不做了 我只出手一次 接下来我要做点 更有技术含量的美食 保准让你们吃的舌头 都恨不得吞掉 我就不信你还能做出 什么好吃的美食 陛下 皇后娘娘 特意让人送来的早餐点情 哦 乘上来 这是什么点心 禀陛下 此乃瓷巴 是秦憾 驸马都为亲手做的 哦 秦憾子做的 那憾子还会做点心 这是秦驸马都为 给娘娘做的孝心早点 娘娘和一众公主皇子 都赞不绝口呢 好吃 不错 这瓷巴味道的确很好 无忌 梁爱卿 静明 你们都停一停 尝尝秦憾子做的瓷巴 之前汉子 不仅数算一道有天赋 没想到 还会做点心 君子远刨除 不再数算一道下功夫 点心做的再好 又有什么用 秦末现在在做什么 领陛下 秦驸马都为 还在御上访 说此吧 只是一道餐前甜点 他要给娘娘 准备一道美食 钟爱轻辟 改奏张辛苦了 天气严寒 随朕走一走 须须喊 顺便看看秦汉子 在做什么 除了萝卜 就是白菜 能不能多点新花样啊 汉子 这花天寒地冻的 也就萝卜和白菜 能活下来 这还是皇宫有温泉 这些蔬菜 才能在旁边生长 就这么一点面 卖个二三两 不成问题 卧槽 这么贵 这要是搞个 温室大棚种蔬菜 那还不赚发 千 瞧你那点出息 不就是白菜吗 给我一点时间 让你吃到土 秦汉子 这叫什么 这个叫火锅 土鳖 岳母大人 一会儿菜熟了 捞上来 沾上一点 我秘制的酱汁 保证让你 恨不得把舌头都吞了 好吃 本宫从来没吃过 这么好吃的美食 听到了没 岳母大人都说好吃 你们这些土鳖 服不服气 秦汉子 注意你的言词 秦汉子 我吃都没吃 怎么知道合不合胃口 陛下驾到 臣妾见过陛下 这叫什么 火锅 怎么吃 岳父大人 你真笨 当然是用嘴吃啊 要不是看在你爹 和你少根筋的份上 真非抽死你不可 这叫火锅 是秦汉所作 味道十分独特 堪称一绝 陛下 尝尝 好吃 皇后果然心灵手脚 这普通的羊肉卷 沾上酱汁 味道居然如此奇特 来 无忌 梁爱卿 敬明你们都来尝尝 的确是难得的美食 靠 没想到皇帝 也这么有嘴滑舌 明明是我调的酱汁好吃 火锅底料 也是我调制的 跟皇后有毛关系 这火锅让朕想到了 当年还在军营 大家一起吃行军锅的日子 是啊 不过行军锅 可比火锅味道好多了 没错 还是行军锅好吃 不好吃你们 还吃得这么起劲 陛下 微臣想向陛下请个恩典 但说无妨 陛下 我家冲儿已经到了成婚的年纪 所以我想请陛下帮冲儿做个媒 舅舅是想向父皇求恩典 让我脱离苦海吗 哥哥 你千万不要让陛下难做 也不要让我难做 是哪家的女子这么好运 能得冲儿亲爱 李世龙眼底深处 是隐藏极深的杀意 气氛不知不觉地凝重了起来 公孙无忌太了解李世龙了 每次李世龙露出这种表情的时候 就说明他已经动了杀心 看 我已经这么让陛下忌惮了 祝国公家有一女 年方二八 换作柳如玉 贤惠又有才气 我当时谁呢 原来是城虎的闺女 无忌呀 你眼光是真好 他心下大定 看来公孙无忌已经放弃和皇族联姻 他很清楚 外戚做大是什么后果 他能压得住 他的儿子不一定能够压得住 柳城虎在民间素有君神之称 但李世龙并不放心他 虽然去镇守南疆 是他再三要求的 可是柳城虎声望太高了 在封他已经不知道封什么好了 如果不能留给儿子 他会带着一起下地狱 这么说陛下同意 这是一门好亲事 诊字无不云 冲儿至多博学 这样吧 跟在城前身边 当太子半读 婚事包在阵身上了 谢主龙问 公孙无忌连忙跪在地上 他之所以在这种场合求恩典 就是告诉皇帝和皇后 自己不再执着联姻 如果皇帝拒绝这门亲事 那么公孙家已经失去了皇帝的信任 多疑是皇帝该具备的品质 他很清楚 而且李世龙封赏的太子半读 也说明公孙冲是给太子准备的班底 公孙家可以继续昌盛下去 这样吧 这件事陛下不适合出面 还是让本宫来吧 不行 我不同意这门婚事 啊 众人齐齐看过去 看着梨花带雨的梨树 都是众梅 而众人最后面 也有一个人 死死地咬着牙齿 他目光中满是不敢相信 哦 这不是真的 不能让公孙冲更如玉成婚 不能 父皇 母后 我也不同意这门婚事 啊 每次都里没前十 就会在天黑的时候 爬上院子里最高的树 对着月亮大喊两声前来 然后把绳子放到树下 只需等待两分半 再把绳子拉上来 绳子上就会被绑上一箱银子 虽然不多 但是每次都会成功 这就是秦莫跟他爹要钱的方式 是远主机里百事不爽的套路 虽然每次都会挨顿打 而他这次要钱 就是准备开家火锅店 下次拿钱速度 记得快一点 不然我就直接跳下来 我让你没儿子 逆子啊 不是爹舍不得钱 而是你真不知那做生意的料 李月 我今天刚要了点钱 要不要跟我一起做生意 别闹了汉子 靠 哥好心好意 拉你赚钱 你还不乐意 你别告诉我 你想做火锅生意 请我一句劝 你把握不住 切你知道个屁 一句话 你就说要不要加入吧 可是我没钱啊 他这一个闲散王爷 月钱百两 根本没什么钱 真正有钱的是太子和四皇子 就连一些受宠的公主 都比他有钱 没钱才要赚钱 你一个大男人 要用钱的时候 却拿不出来丢脸部 你跟柳家小姐 有一腿吧 杀 你少胡说八道 我跟如玉 亲亲白白 怎么可能有一腿 有何 如玉如玉的 叫的可真亲切 是 那又怎么样 父皇和母后已经点头了 我若是说出来 只会给如玉带来麻烦 不是哥 瞧不起你 像你一样碰到问题 只会躲避 什么时候才能出头 自己的女人都不能保护 我都替你脸红 你 你说的对 我的确保护不了她 怕个毛啊 自己喜欢的女人 一定要搞到手 如果是我 喜欢的女人 被别的男人抱在怀里 想尽一切办法 也要抢回来 跟哥一起做生意 保证让你雄起做真男人 你别闹了 我可是皇子 皇子去经商 这不是被天下人耻笑 父皇也不会轻易饶了我的 你懂个篮子 你爹现在 穷得叮当响 你要是能赚钱 他还不把你当成宝贝 不像我爹 家里就我一个儿子 等他百年后 全是我的 你爹不一样 他不仅仅要养儿子 还要养天下 都是伸手要钱的 没有一个搞钱的 你说他能不火大吗 可是 可是我 反正别怪哥们 没告诉你 要是哥们赚到大钱了 别向我借钱 你想夺回自己的女人 就必须证明 自己的能力 这样你说话 才有分量 要是能够帮助岳父大人 解决燃眉之急 搞不好还能够 让岳父大人收回成命 这样真的可以吗 靠 我们是兄弟 难道我还会坑你 你知道朝廷缺多少钱吗 虽然父皇不会立马下圣旨 还需要书信给诸国公 但是这多一个月时间 这件事就能定下来 我们能在一个月内 让父皇回心转意 废话少说 你就说信不信哥吧 到时候赚了钱 我就先买断 跟玉树的婚事 反正我才不娶他 谁爱娶谁娶 你疯了 这里是皇宫 要是让被人听去 被父皇知道了 你就要倒大霉了 你就是没胆 给你一天考虑时间 你要是想好了 让人带句话 到我府上 保证亏不了你的 月哥 我不想嫁给公孙冲 我 我也不想 你去向陛下求恩典呢 我 我 舅舅求的恩典 父皇和母后 已经答应了 若是我求 他们不仅不会同意 恐怕还会给你带来麻烦 这么说 你已经决定好了对吗 如玉 不 李月 我只要一句实话 你是想过去求陛下 还是没有想过 有区别吗 公孙冲是公孙家的长子 长孙 又是母后亲侄 未来必然是太子的 谷谷之臣 而我还是一个 没人在意的霸皇子 你以为我喜欢你 是看住你皇子的身份吗 如玉 我不是这个意思 李月 我就问你一句 你愿意为了我去求恩典吗 我懂了 母亲已经同意了这场婚事 我爹在南疆 你很清楚的 皇后娘娘写信 她必然会同意的 一旦圣旨到 我便是公孙家之父 从此你走你的路 我过我的桥 我们两不相干 如玉 柳如玉放慢了脚步 她还在等 等李月从里面走出来 叫住自己 让她失望了 李月并没有追上来 柳如玉凄苦一笑 这一句话不轻不重 却恰好传进了李月板中 那一瞬间 就压垮了李月内心的防线 她的眼睛红了 她真是个懦夫啊 自己心爱的女人 她都无法保护 她算什么男人 秦汉子虽然绍根金 可她却比自己更男人 身在皇宫中的她 深知保全之道 她从来就没有争过呀 为什么要把她心爱的人也抢走 陛下八皇子来了 哦 她平时不是不爱来这里吗 让她进来 先八皇子见见 儿臣参见父皇 平身 你找朕有什么事 儿臣恳请父皇 将诸国公之女柳如玉 嫁给儿臣 诸口 朕就知道 你来找朕肯定没有好事 昨日在玉膳房 朕跟你母后已经答应了无计 你母后更是亲自写信给了诸国公 这件事虽然还没有下圣旨 可该知道的都知道的差不多了 难道要让朕跟你母后言而无信 出而反而吗 李月心中苦笑 她就知道会是这样 可是她已经没有退路了 哪怕被责罚 她也要说 她不想让柳如玉鄙视自己 更不想让她认为自己爱错了人 父皇 儿臣跟柳如玉情投意合 此生非如玉不许 还请父皇成全 你一个皇子 私下跟臣子之女私会 已经犯下了大错了 你还有颜面在朕这里求恩典 柳家李世龙一直在防备着 她本来是打算押服了给李承前用的 若不是公孙无忌提出来 她甚至想让柳如玉给李承前当侧妃 怎么也不会轮到李月 父皇 儿臣从来没有向父皇求过什么 只看求父皇成全而臣 滚出去 求父皇成全而臣 反了 反了 来人 将这逆子带下去 公孙冲大婚之前 不需踏出一步 父皇 儿臣求你了 李月无情地被拉下去 皇子私会臣子之女 这本就是丑闻 而一向不争的李月看重的还是柳成虎的女儿 这不禁让李世龙想得更深 你也想争吗 你争得过吗 他跪为驸马 每次进攻却都要给皇宫门口站岗的士兵发银子 而且门口不管有几人 都必须一人给一定银子才行 守城士兵对此也见怪不怪 偏偏每次到了队长这里就不给 队长虽然生气 却只能干瞪眼 只因这队长是秦末从小打到大的朋友 程三府的大公子 秦汉子 你又当着本将的面前行贿 都是兄弟 而且是为我岳父大人站岗 我必须得表示表示 成黑子 哥问你八皇子怎么样了 被皇帝禁足了 你还是别去找他了 小心遭殃 陛下呢 大发雷霆 把自己心爱的阵纸都砸了 赵国公特意跑到皇宫来告罪 说要退婚成全八皇子 陛下不许 把赵国公骂回去了 你还是回去吧 别在皇宫瞎晃影 惹恼了陛下 你的屁股要遭殃 我擦 公孙老银币 真陰险 这一招以退为进 算是彻底把皇帝逼到了角落里 老银币是什么意思 哦 就是很聪明的意思 你下次 如果觉得一个人很聪明 就夸他是老银币 哥走了 好好站岗 秦汉子 你等一下 还没通报呢 本来秦墨是不愿意进攻的 要不是柳如玉让丫鬟过来求他帮忙 他还不知道这傻子 去跟皇帝坦白了 你这个小垃圾 本少爷都给你 指了一条明路了 你偏不听 这下好了吧 不仅把你老爹给惹怒了 如玉妹子也被禁足了 这不是给本少爷添麻烦吗 陛下 秦墨来了 他来做什么 找李月 让他回去 岳父大人 小区来看你了 憨子 你来皇宫做什么 昨天我回去 被我爹抽了一顿 虽然我很生气 但是想想我爹说的也对 岳父也是爹 都要孝顺 所以我决定了 今天再做一顿 好吃的给岳父大人吃 哦 又是火锅 真不稀罕 火锅 岳父大人 你太小瞧小叙了 这次我做的 可比火锅还好吃 保证好吃的恨不得 让你吞掉舌头 李世龙暗暗吞了口唾沫 高士连暗暗观察李世龙 知道他已经被秦墨给说动了 不过碍于面子 不好作声 陛下 尝尝吧 成全了秦驸马都为的孝心 行吧 那朕就尝尝 这叫炒菜 是我独创的岳父大人 请品尝 陛下 还是奴才先试一试 李世龙白白手 直接加了一筷子炒肉 入口火辣 让人有些难以接受 可是细细咀嚼 那味道在味蕾绽展开 让人忍不住下咽 怎样好吃吧 还不错 这些菜叫什么名字 这叫猪鱼小炒肉 这个是酸辣水煮鱼 这个是糖醋排骨 小葱拌豆腐 爆炒小青菜 老高 你也去盛饭 一起吃点 奴才不乐 多谢驸马都为 别装了 你口水都快掉进菜里了 快去 听憨子的 去盛饭 一起尝尝鲜 谢陛下 让你吃就吃 怕什么 谢驸马都为 虽然秦莫叫他老高 而不是高公公 有点不敬的意思 但是他心中却暗暗有些高兴 老高更像是对朋友的称呼 刚才加菜的动作 也如同朋友之间一样 秦憨子虽然憨 但是对人极好 也没有什么坏心眼 难怪陛下这么喜欢秦莫呢 明明都是他经常吃的菜 在秦莫的手中 却变成了难得的人间美味 平常都是水煮的饭菜 第一次吃到这种做法 这让李士龙吃得很爽 哎 岳父大人 李岳哪儿去了 叫他一起来吃啊 他吃不饭了 叫他来呗 我正好有些事 想请教他呢 你想请教他什么 请教他如何抵御 北奴和三胡啊 岳父大人 记不记得前几天 你问我对策啊 你是说 这对策是李岳想出来的 对啊 我哪里想得出来 这么聪明的办法 他说自己人言轻微 也没有人听他的 想告诉岳父大人吧 有害怕癌吗 岳父大人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看我 我老爹虽然打我 但是对我是极好的 哼 汉子 你不懂 我哪里不懂 你就是偏心太子和四皇子 难道李岳不是你的儿子吗 你知道他为了给朝廷筹钱 做了那些努力吗 他一直都很想亲近你 为你排忧解难 但是他怕你啊 他都对你说了什么 不告诉你 谁让你这么偏心 还动不动就打人 也不知道 倾听我兄弟的心声 老强迫他做一些 不想做的事情 还强行把他喜欢的妹子 取配给别人 你就是天下第一糊涂爹 混蛋爹 秦汉子 你大胆 你看你就知道 扎杂乎乎的 别人给你指出毛病 你还不乐意了 你这样到最后 没有一个人敢亲近你 就算亲近你的 也是虚情假意 为了讨好你 驸马都尉 别说了 老高 别拦着我 让我说 不像着自己儿子 还像着外人 岳父大人 你真的太糊涂了 难道你想让李岳记恨你吗 这些是那逆子教你说的 不是 没人教我说 也许你觉得没什么 但是岳父大人 有没有想过 你这样很可能会泯灭掉 李岳心里的光 说吧 那逆子都对你说了那些计谋 你告诉朕 要是有用 真兴许能够饶了那逆子 太好了 铺垫了这么久 他总算上钩了 好 那就勉为其难 告诉你吧 我兄弟说 岳父大人忧心边关 害怕草原那边出来掠夺 所以就想到了 以战养战的对策 不过当时 我走得匆忙 这对策 其实还有下半部分 能够增强 我们实力的同时 还可以削弱草原 李世龙顿时来了兴趣 那以战养战的对策 的确非常好 可他没想到的是 居然还有配套的对策 你说 真听 那就是互开边市了 草原那边缺乏物资 之所以略解我们 就是因为吃不饱饭 他们为了活下去 也只能过来 侵扰边关了 还不如开放贸易 他们不缺少牛羊 但是缺乏物资 咱们的丝绸 布匹 茶叶 瓷器 那都是他们需要的嘛 拿这些去换取 他们的牛羊马 而且咱们大前 不是很缺马吗 这样一来 就等于多了一条 稳定获得马匹的渠道 就算他们 现在联合在一起 那也没关系的嘛 以利益诱惑他们 总会有人 扛不住诱惑的 一边打 一边诱惑 他们肯定会动摇的 只要他们习惯了 这种生活方法 即便是冬天 他们也能够获得 食物和生活所需 他们为什么 会来轻饶我们 而且我们切断护士 那他们就难受了 就算他们想打我们 才发现自己的牛羊马 都被我们给买走了 而他们的贵族 也习惯了奢侈的生活 他们又能 有多少战斗力呢 岳父大人是好皇帝 以后说不定 还能当天可汗啊 这一句话 直接戳进了 李世龙的心脏 他一直想努力证明 自己是一个英明的君主 天可汗 多么诱人的称呼 李世龙呼吸都急促了 他仔细地想了想 秦莫说的 的确是个好办法 一手大棒 一手密枣 这逆子真的能想出 这种好办法 天可汗也是那逆 李岳说的 是啊 岳父大人 对了岳父大人 天可汗是什么意思啊 你这憨子 不学无术 连天可汗是什么意思 都不清楚 真告诉你 可汗就是草原上的王 天可汗就是所有人的王 哦 原来是这个意思 那岳父大人 以后就做天可汗 到时候 我要去草原放马 到时候 人人都赞颂天可汗 李世龙叹了口气 心想 自己对李岳 是不是真的太不关注了 而且 李岳都这般年纪了 也一直没有婚配 的确是他这个 当父皇的人失职了 却没想 自己还要一个憨子来提醒 岳父大人 那你现在 可以把饶了我兄弟 然后把刘家妹 执许配给他吗 哼 你说的对策 真早就想到了 这逆子八成 是偷听了朕说话 哎 啊 卧槽 真不要脸啊 这明明是我的计划 他居然不要脸的 善为己有 走 去看看那臭小子 男人租房时 发现一件诡异的事情 明明三千两亿年的 房租房东 却只收他一千两 就连见面的时候 不仅被要求从后门进 盘视的时候 更是要隔着帘子 然而房东的第一句话 就让男人冒出 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听说你做菜挺好吃的 这样吧 你若是给我也做一顿火锅 我便再减五百两租金 啊 还有这种好事 而且他居然知道 自己给皇后做了火锅 看来此女来透 怕也是不简单 做饭可以 能不能见一见 不可以 啊 行吧 我这就去给你做好吃的 管他是谁呢 一顿饭 减免五百两 划算 原来他就是那个刚过门 便没了驸马的大公主 前几日李玉树 跟几个妹妹来看他 跟他说了秦莫做的美食 他就放在了心上 刚才管家过来说 秦莫驸马想租闲置的院子 不过 他一个未亡人 见媚婿 传出去也不好听 所以就只能这样见一面 而秦莫来到后厨才发现 做火锅的食材居然都有 而且还有青菜 果然跟他想的一样 这寒冬腊月的 能吃得起青菜的人 可不一般人 熬制好了锅底 他还特意弄了个 青汤养颜的锅底 行了 端走吧 随后签字画押 那栋四进四出的大房子 便被秦莫 以五百两的价格 拿了下来 姑娘 以后要是还想吃 随意来我店里 我给你预留 一个专属包厢 到时候 你报我名字就行 这个大厅里的桌椅 都换了 太臭 这个房间的床 拆了 虽然大院的 硬性条件很不错 但还需要改造 至于名字 就叫秦氏海底捞 小六子 咱们家有木匠吧 有的少爷 铁匠呢 也有的 都是咱们家的人 秦国公有户一千人 这些人可以算作 秦家的私产 而且怎么使唤 都不需要给钱 明天带我去挑一些人 这大冷的天 要是在房子里 安装一个烧火的铁炉 光着房子 喝酒吃火锅 那不要太爽 是 少爷 少爷 今天上学辛苦了 这是您这个月的月前 老爷说 从这个月开始 你的月前翻倍 哦 本少爷一个月月前 多少来着 十两 卧槽 翻倍那不就是 才二十两月前 打发叫花子呢 你告诉我那混账爹 我秦墨 以后就是死外边 饿死在路上 也不会要他一分钱 真小啊 第二天 秦墨在小六子的带领下 来到了秦家庄 秦家庄在京城算是大庄 不过这里的人很奇怪 全都是残疾人 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 这就是咱们庄子手艺 最好的木匠吗 是的 少爷 你是不是当少爷傻 这些人能行吗 少爷 他们曾经都是随公爷 上过战场的老兵 受伤后就被公爷养了起来 别看他们手脚有问题 但是他们的活绝对没问题 老兵 秦墨连忙收起了脸上的轻视 不管在哪个朝代 老兵都值得令人敬佩 他看着这些人 纵然自己出言不逊 他们也是满脸笑意 少爷 你想打什么指管说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为首的 是一个只有六根手指的中年男子 叫杨六根 他笑着看向秦墨 眼神之中没有任何的鄙夷 相反 他看到的只有善意 各位书白 秦墨刚才说错话了 请各位书白见谅 少爷 是不的 是啊 咱们能活到现在 全赖公爷 众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 根本不感受秦墨的大理 少爷 你有什么需要 尽管吩咐 哪怕是要咱们这些兄弟的命 咱们也不会眨眼 六根叔 我要你们命做什么 你们活着就是 我秦家最大的财富 少爷 您真的长大了 其他人更是感慨不已 秦墨以前有多憨他们一清二楚 而现在秦墨居然知道认错了 秦墨挠了挠头 不过是道个歉 有必要夸得这么狠吗 那什么 各位书白 我画了一些图纸 你们看看能不能照着画上的样式打出来 少爷 这是何物 这是圆桌 不分主字 众人围成一圈 可同时做数十人 哦 这个是什么 胡蹬 又有点不像 差不多吧 不过我这个是太师椅 这个是摇椅 沙发 秦墨详细地给他们解释了这些东西的尺寸和制作方法 他们都是多年的老木匠 和铁匠 一下子就明白了 都听清楚了吗 清楚了 大家开工吧 一定要尽快把少爷需要的东西做出来 谁敢偷奸耍滑 我杨六根饶不了他 几十个工匠纷纷动了起来 秦墨则是在秦庄走动了起来 这里多是土黑房 瓦房 冬天漏风 夏天漏雨 而这在小六子的口中 俨然是富庶的庄子 少爷 三门秦庄可是十里八乡数得着的富裕庄子 别的庄子还是茅草房呢 其他庄子的人一天一顿 三门秦庄一天两顿呢 没出息的玩意 住个土房子 吃个两顿饭就富裕了 不过确实也是 来秦庄的时候 沿路的村庄一个比一个惨 这里还是京城呢 若是在其他地方 岂不是连茅草房都没有 再想想京城那些熏贵 还真是珠门酒肉臭路有洞丝骨 救命啊 快来人救命 过去看看 让一让 少爷来了 秦末走近才看到 一个富人抱着一个男子 那男子腹部中了一剑 血流不止 一个背着药箱的大夫 看着剑使不住的摇头 溅入葬府 药食无一了 你有什么事情想交代就交代吧 若是拔了剑 你恐怕连后事都交代不了 周围人都是面有七七染 他们在秦庄二十多年 都是当年从战场上退下来的兵 友情四海 又一起繁衍了下一代 不似亲人 胜过亲人 你是怎么受的伤 我在山上打猎 打中了一桶梅花路 有一行人巧取豪躲 我不给 那人便用剑射我 是谁 敢用剑射上我秦家的人 上山 把他们抓住 让他们以命抵命 少爷 怎么办 众人一是下意识地看向秦末 老庄主不在 这里他说了算 秦末急忙蹲下 抽出随身的匕首 划开了男子身上的衣服 发现剑尸虽然入肉 但是流血很少 应该是剑尸堵住了伤口 他要是运气不好 内部肯定出血了 但是他能从山上跑下来 也许还有转机 若没有伤及重要器官 封开伤口 取出剑组 也许能活下来 来几个人 将他抬进房间 将煤油灯 纱布 刀子 缝补用的针线拿来 其他人去上山 将那些狗砸碎拦住 要是敢反抗 打死了 算本少爷的 听到秦末的话 众人纷纷动了起来 将伤者抬到了房间里 刚才的医生 也是秦家当年的随行军医 叫胡三金 他不解地看着秦末 少爷 准备这些东西做什么 开膛破肚 取出剑组 他把手下绑在床上 然后接过手下 妻子递过来的刀 放在火上烧红后 在手下惊恐的目光中 划开了他的肚子 摸了摸那露出来的肠子 他却满意地笑了起来 接着在一声声惨叫中 小心地从伤口里 取出剑组 他也不知道怎么缝合 只是用缝衣服的方式缝合 很丑陋 但是很牢固 期间铁柱腾昏厥过去数次 但他没死 半个时辰后 缝合完毕 被秦末的操作精掉下巴的胡三金点点头 连忙按照秦末的吩咐做了起来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嘈杂声 少爷 我们抓到那群行凶的人了 放开我们 你们这些穷酸 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陆国公世子 厚勇 赶上我一根毫毛 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我身边这位是齐王之女 清和郡主 你们这些犯上作乱的狗东西 绑架我们 等同盟你 你们知不知道 靠 难怪敢行凶伤人 来头还真不小 秦憨子 还不快叫你家的狗把我给放了 信不信我告诉你爹 让你挨揍 狗崽子 是谁给的胆子在你秦爷爷面前大呼小叫的 又是谁给你的胆子在秦爷爷面前行凶伤人的 秦憨子 你敢打我 我弄死你 秦憨子 快放了本郡主 否则我回去告诉爹爹 要你好看 你个小东西 还挺横的嘛 这里可是我的地盘 你信不信 我把你吊起来打 清和郡主直接愣住了 从小到大 还没人敢随意摸他的脸的 羞脑只敢涌现而出 大大的眼睛里顿时雾气弥漫 登土子 你 你敢倾保本郡主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侯勇更是牙子欲裂 他的心上人 他连手都没牵过 秦憨子居然直接上手了 秦憨子 放开我 我要与你决一死战 脱灶 来人 把他们两个吊起来 秦憨子 你敢 秦憨子 你别乱来 这样 你射我的人一剑 我也在相同的地方 射你一剑 两步相欠 本少爷就放你走 秦憨子 我可是路过宫世子 你居然为了一个身份低微的你腿子要伤我 你是不是疯了 更见 嘴更见 路过宫英雄好汉 生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猴崽子 我要是你爹 非愁死你这狗儿子不可 你给本少爷听好了 他们是我秦家庄的人 是我秦末的书法兄弟 你这个狗崽子 敢对我秦末的书法兄弟动手 还出言羞辱 那便是 羞辱我秦末 羞辱我秦家 秦家庄的人内心都是一暖 本管少爷是是憨子 但是关键时候 还是维护他们吧 把这猴崽子吊起来 至于这个小郡主吗 秦末我错了 你放过我吧 死憨子 臭憨子 你给本郡主等着 绑树上 让他们家人来数 一个人一千两 这个小郡主 跟这个猴崽子 要五千两才行 是 如狼似虎的秦庄人 兴冲冲地将男的吊起来 将小郡主绑在了树上 任凭他们如何哭喊都没用 他们放了一个家丁回去通风报信 不久接到消息的后更年召集府兵 很快便来到了秦家庄 与此同时 秦家庄的人看着滚滚浓烟 飞快地向秦末禀告 听到这话 秦家庄的老兵纷纷钻进了家中 拿出了藏在床底下的武器 以杨六根为首的几百个老兵 来到了秦庄前 后更年鼻子都快气歪了 他堂堂陆国公居然被秦家庄的残兵指着鼻子威胁 本宫要见秦末 公也还是准备钱吧 我们少爷一旦憨性发作 会做出什么事来 谁也不清楚 我们这些做下人的 也拦不住 该死的东西 本宫一刀斩的女 陆国公当然可以斩了我 我一条烂命 能有陆国公世子陪同 值了 把人放了 本宫给钱 小郡主和侯永一万 另有家丁十人 放跑的那个也算在里面 烦请陆国公准备两万两千两银子 只多一万两 多了没有 若是不行 那便打死我儿 最好廉亲和郡主也打死了 我倒要看看 秦香儒能不能保下他这个憨儿子 陆国公 我家少爷可是说了要是没钱 还是一件还一件比较好 这样两不相欠 死了算他运气差 活了你们陆国公府 也能省个两万两银子 后更年怒急 他侯家差那点钱吗 不差钱 只是现在国库空虚 各家都在拼命地藏钱 不敢漏腹 他冷不丁地拿出两万多两 不是告诉皇帝 他们家很有钱 回去 取钱来 半个时辰不到 侯家的人取来了银子 杨六根这才让人回去通报 不多时 狄青脸肿的后勇 带着小郡主出来了 便 混账东西 谁让你带兴和郡主出来打猎的 现在是冬天 山里的猛兽恶劫了 可是会吃人的 要是清和郡主有什么事 你爹我有几个脑袋 让郡主受惊了 多谢陆国公大救 我父王没来吗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还是先离开吧 后更年哪里敢找齐王 要是齐王知道自己儿子 把他的宝贝女儿 带去深山老林打猎 他被抓了 那还不恨死他 离开秦家庄后 后更年让人把清和郡主送走 例子 谁让你去招惹清和郡主的 爹 我 别人都想当驸马 你当郡马 齐王是个闲散的王爷 也没什么权利 你这个不长进的东西 要是摊上这么个老丈人 你这辈子就废了 爹 我 我真的不想去永和公主 你能不能有点长进 爹 可永和公主是个寡妇啊 还客死了柴静 你就不怕他把我也客死吗 闭嘴 为父已经找人算过了 他嫁给你 不仅不会客你 反而还会助你成龙 你娶也好 不娶也好 都得给我娶 如日我就会向陛下求恩典 清和君主那边 你给我断了往来 他在田间挖上深坑 然后在坑底放上铁炉 再把铁管埋在地里 插进铁炉里 接着把砍来的竹子 削成竹条 弯曲成C字形插在地上固定 上面再盖上高价买来的丝绸 这就是秦末利用现代知识 打造的蔬菜大棚 也是秦庄合作社的第一个产业 本来陆国公送来的 两万两银子秦末是要分给村民的 村民却说什么都不肯要 于是秦末不想到成立秦庄合作社 银子算村民入股 带着大家一起做生意 而且大棚后期也需要秦庄的人来管理 很快 秦末要在冬天种青菜的消息 便在京城传开了 接着秦家柿子种蔬菜的事情 沦为了众人茶余饭后的笑柄 惊阳公主知道后 更是借着这件事来找皇帝再次提起退婚 父皇 那秦汉子异想天开 在冬天种菜 现在京城众人无不嘲讽 他们还笑话儿臣要嫁给一个傻子 求父皇发发慈悲 聚了这门婚事 儿臣可以容忍他是一个汉子 但是无法容忍他是一个傻子 玉树 别哭 朕为你做主 高石莲 马上把秦汉子给朕从秦庄抓回来 陛下 秦国公那边 他去替朕办事去了 朕来提的管管 高石莲赶到秦庄的时候 秦莫带着秦庄的人 正在田里干的热火朝天 秦父马都未 嗯 老高 你怎么来了 秦父马都未哟 你这是在做什么 搞大棚种菜 最多十几天 煎嫩可口的小青菜 就能收割了 到时候就有源源不断的青菜 哦 行了 你快收拾一下 跟咱家回宫吧 陛下要见你 啊 岳父大人 要见我 不行 我这里正忙着呢 一会儿就要播种了 我哪儿有空去见他 老高 你回去 告诉我岳父大人 就说我很忙 暂时抽不出空来 都未 别闹了 你快点收拾一下 随咱家回宫 别让咱家难做 谁让你难做了 没看到我在忙啊 老高不是 我说你 你那里都好 就是没有眼力见耳 你就这么回去 禀告我岳父大人 如果他生气 你问他想不想 天天吃青菜 保证让他每天都吃上 鲜嫩可口的青菜 说完 他就快步跑到菜地 现在烟道已经埋下 土地也逐渐湿热起来 大棚里的温度也逐渐升高 完全符合生长环境 但是有一点 炉子不能灭 柴火 木炭都行 必须全天安排人烧火 算了 回去赴命 咱家有心想帮你 你自己不上岗 若是陛下怪罪起来 也被怪咱 秦憨子呢 陛下 驸马都尉在情装种菜 他不来 驸马都尉说 想喂陛下多种一些蔬菜 这样陛下日日都能吃上 鲜嫩可口的蔬菜 奴才觉得 驸马都尉虽然做事荒唐 可心中事迹挂着陛下的 孝心可见 他真的是位阵种菜 奴才不敢说谎 你胡说 秦莫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孝心 而且本宫听说 秦憨子在外面租了房子 打算用来做生意 本宫猜想 他种菜根本就不是给父皇种的 而是用来卖的 哦 玉树 你说的可是真的 是真的 三姐给儿臣写了信 前两天 秦莫找衙人租房 却误打误撞找到了三姐的房子 三姐看在儿臣的面子上 以五百两的价格 将乘马驸马街的房子租给了他 陛下 公主 奴才绝对没有说谎 驸马都尉真的说了 想让陛下天天吃上爽口的蔬菜 这么说 秦憨子种菜也不纯粹是为了给朕 而是想做生意 父皇 那朕就去看看 这憨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父皇 儿臣随您一起去 一起吧 很快 李世龙带着众人就到了秦家庄 秦庄的人看到李世龙 先是一愣 玄机跪在地上 草民寇见陛下 平身 秦憨子呢 我这就去叫少爷 不用了 告诉朕 秦憨子在哪儿 少爷在地里 而另一边秦莫此时 正在交代众人要注意的细节问题 就看到杨六根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 少爷 别弄了 陛下来了 哈 我岳父大人来了 这李世龙来做什么 正想着 就看到李世龙带着李玉树一行人匆匆走了过来 六根叔 你找人控制一下温度 岳父大人 您怎么来了 秦莫憨笑着跑过去 此时秦莫脸上有黑 衣服上满是泥土 双手也满是泥巴黑土 憨子 你就这副鬼样子来见朕 那不然啊 我在种菜啊 岳父大人见过那个农民 在菜地里身上是干干净净的 混账东西 农人种地分十节 哪有人冬天种地的 你就不怕别人笑掉大牙 我为什么要怕 再说了 谁说冬天种不出蔬菜来的 混账东西 千百年来都是春种 休收 东西 哪有人在冬天种菜的 岳父大人 别人种不出来 难道我就种不出来吗 你都没有实践过 怎么能擅自下结论 没有实践过 就永远没有发言权 对 就这样 惹怒父皇 越生气越好 秦汉子 你是怪父皇多嘴吗 靠 这小娘们居然独火 这是你说的 我可没说 听说你给菜地穿了丝绸 你傻不傻 丝绸轻薄透风 便是穿一百件也不遇寒 百家子 还不快把丝绸拆下来 这一万两银子 是不是你倒卖家产换来的 要是巷炉在家 非把你的屁股打开花不可 不行 不能拆 拆了种子就活不了了 哼 去把丝绸拆了 李世龙一声令下 身后的玉林军就要上前 秦墨伸胎双手 拦住他们的去路 你不讲道理 这是我辛辛苦苦弄出来的 你凭什么拆除啊 就凭证是你岳父 你如此败家 向炉辛苦一辈子才打下多少家业 到时候玉树嫁给你 岂不是要过苦日子 谁说我败家了 我在赚大钱 岳父大人 你不懂 不要瞎说 你要是不信 我们打个赌 最多两天 我就能让种子抽芽 不出半个月 第一批小青菜就能收成 到时候 就有源源不断的下令输菜 荒谬 岳父大人 你就说敢不敢 跟小旭赌 怎么赌 两天抽芽 十五天收成 若是不行 小旭愿赌服输 拆了这温氏大棚 以后岳父大人说什么 小旭都乖乖听话 哼 当真 君子一言 什么马都难追 是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李世龙无奈摇头 这憨子不学无术 偏生性格要强又好赌 反正都一样 如此 朕便应了你这个赌约 十五天后 若是不成 以后你就乖乖地去 国子剑上课 老老实实地听话 也别想着做生意了 朕丢不起那个人 赚钱不丢人 没钱才丢人 在古代是不允许拿粮食酿酒的 赶酿十斤就会被打入大牢 要是酿造超过百斤 就会被酒族削削乐 就连家里的蚯蚓 都得挖出来睡个七成两半 足见皇帝对粮食的重视程度 可眼前这个男人却偏偏不信邪 一口气在家酿造超过千斤 不仅如此 他还主动告诉皇帝酿酒的事情 皇帝知道后 不仅没有怪罪 反而在尝完酒后夸赞起来 原来这些酒都是秦末 用收集来的三乐浆和果酒蒸馏出来的 在这个没有蒸馏法的年代 这种高度酒 无疑会成为权贵们的最爱 好酒 这才是人间极品 憨子 这酒有没有名字 有 叫烧刀子 这名字不错 非常贴切 好喝是好喝 就是有点少 好喝吧 岳父大人可知道 刚才那一瓶酒要卖多少两 多少 这一小瓶不过二两 虽然卖五两偏贵 但是比三乐浆好多了 什么五两啊 我说的是五十两 这是平民版 上面还有薰贵版和黄土版 卖个上百两不成问题 杀 秦憨子 岳父大人 你就说入不入股吧 一年轻轻松松 给你赚个上百万两银子 你要是不加入 那我就跟我兄弟一起赚钱了 什么合伙人能有皇帝牛逼 有了这个大靠山 咱谁都不怕 荒谬 朕做生意 岂不是与民争利 到时候你又说朕强你东西 朕可不做这个恶人 说完 他就朝着外面走去 高师连想跟上去 秦莫连忙冲他白手 示意他不要跟上去 这小子真是抓住陛下的软肋了 他要是真能给陛下赚百万两银子 只要他不造反谋逆 陛下都不会动他 憨子 过来 岳父大人 我知道 刚才那里人多 你是皇帝 不好出面做生意 让李岳出面不就行了 我这三晚 不过港和烧刀子 保证赚大钱 有了钱说话才硬起 再打仗 就拿钱砸死他们 荒谬 李岳是朕的儿子 他做生意 跟朕做生意 有何区别 秦莫知道 李世龙心动了 只不过碍于帝王面子 不好开口而已 那区别大了去了 您未来是要做天克寒的 做生意这种小事 让李岳来做 好不好 而且儿子 赚钱给老子化 天经地义 就向儿子伸手 向老子要钱 不也天经地义 呃 这话有点道理 你还挺能说 岳父大人 你就找李岳说说呗 朕还听说 你在南城租了房子 打算用来做什么 嗯 开店啊 岳父大人 两天后秦氏海底捞 就要开张了 到时候 你要来捧场吗 海底捞是何物 就是火锅 炒菜再加上 我这三碗不过港 和烧刀子 呦呵 这名字真难听 秦氏酒楼 难道不好听吗 嗯 俗气 别人都叫酒楼 怎么能体现出 我家的独特 那就真的不是 你自己酿的 绝对不是 是小旭 从民间收上来的果酒 和三乐浆 以及其他的酒 经过二次加工得来的 若小旭撒谎 天打五雷红 朕姑且信你一次 要是敢骗朕 把你屁股打开话 岳父大人答应 跟我一起做生意了 做生意意识 休要再提 行了 朕回宫了 以后每天准时 把小青菜送进宫中 明白了吗 呃 岳父大人 菜你要付钱的 我们只是合作 烧刀子的声音 可没有合作 种菜的生意 你这憨子 掉钱眼里去了 就按照试价 已经给你失误钱 不能再多了 李世龙说完 就带着人离开 等到他离开后 秦莫里也嘴笑了起来 真是个傲娇的皇帝 不过心也是真心黑啊 少爷 六根书 日后每天送二斤蔬菜 给我岳父大人 三斤蔬菜 送给我岳母大人 少爷 这不好吧 听我的 千万别送错了 行了 赶紧督促他们打家具 过两天就要开张了 还有一些小青菜 该收割储藏就储藏 种子要及时播种 而另一边皇帝 回到皇宫后 就立马来见李月 此时猛逼的李月 却有些猛逼 正听秦莫说 是你启发了他 这才让他突发奇想 冬天种菜 现在秦莫已经成功地 将菜种出来 儿臣 儿臣 也是随口一提 没想到秦莫居然听进去了 李月啥都不知道 就跟上次一样 李世龙亲自跑过来 解除他的禁足 而后 他也打听了一番 虽然不知道秦莫 对父皇说了什么 但肯定没少说好话 这才让父皇回心转意 甚至放下帝王威严 过来与他交谈 这一次秦莫种出了菜 居然又将功劳分给了他 这憨子真是我的好兄弟 好福星 别人做不动的事情 他居然真的做到了 秦莫是难得的人才 世人都说他憨 正确以为 他是有赤诚之心的人 而且他在数算一道 农事上也颇有天赋 他跟你关系这么好 是你的幸运 你也要引导他 让他积极向上 明白吗 是 父皇 儿臣明白 秦莫心思淳朴 没有心机 现在做生意 难免被人坑了 他信任你 你应该帮帮的 以免让他被奸人所欺 我没听错吧 父皇居然让自己 帮秦莫做生意 那岂不是说 他并没有反对自己 跟秦莫做生意 是 父皇 儿臣一定不会让秦莫 被奸人所欺 做生意是其次的 重要的是 你要把秦莫引向正途 父皇居然亲自开口了 这岂不是奉旨做生意 所有皇子中 还有谁有这个特权 说不定 我真能让父皇 说回无欲的婚约 很快 秦莫种出蔬菜的消息 不静而走 打得各方嘲笑秦莫的人脸疼 皇宫内一众公主皇子 聚集在一起 更是热议此事 七妹 你之前不是跟父皇 一起去了秦庄 不如你带我们过去看看 听说他种了上百亩呢 才给宫里这么点 也太小气了 是啊 七姐 这秦憨子 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知道你在宫中 却只给这么点 你们想执自己去找他 我才不见他 七姐 去吗 我真想看看秦憨子 是怎么种出来的 七妹 那以后也是你家的产业 你作为主母 难道不过问 什么主母 我才不要嫁给秦莫 哼 太子李欣和四皇子李智 都是各怀鬼胎 都是看中了这冬天的青菜价值 今天正好是旬日 不用上课 咱正好出去散散心 与此同时 秦莫正在南城驸马街 秦师海底捞的牌匾 已经挂了上去 秦莫特意从秦庄 挑选了不少的女孩当服务员 大前风气开放 但是女子抛头露面的 终究是少 他们穿着统一的服装 看起来特别的喜庆 欢迎贵宾 少爷 您要的家具和铁炉 已经全部安装到位了 房子里的格局 也全都做了整改 不错 非常好 厨子都到位了吧 少爷放心 都是咱们秦庄的人 全都掌握了火锅配方 和炒菜的精髓 从今天开始 为期两天的宣传 一定要让京城所有人 都知道南城驸马街 有个秦市海底捞 少爷 这不好吧 六根书 咱们做生意的 必须要宣传 哎呀 你不懂 反正听我的就对了 少爷 要不咱们含蓄一点 又不是谈恋爱 含蓄个啥 必须广而告知 话音刚落 铁柱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少爷 怎么了 秦庄 秦庄来了好多人 谁来了 太子 公主 来了好多 钱都来了 咱们拦不住 他们全都跑进大棚了 咱们的蔬菜都被糟蹋了 什么 皇子带人出宫竟然当众抢劫百姓 奇怪的是他们金银财宝不要 黄花大闺女也不要 反而是冲进村子里的菜地 将满地的青菜一扫而空 就连刚刚发芽的小菜苗都没放过 有的更是将地下的种子都挖了出来 百姓们满脸悲愤却也不敢阻拦 吃多少拔多少 不要浪费呀 滚一边去 本皇子来摘菜 是你们的荣幸 七姐 你看看他们 完全没有把你这个竹母放在眼里 哼 喜欢什么就摘什么 我倒要看看 谁敢在阻拦 原来秦末逆转四季种出蔬菜的事情传到宫中后 太子和四皇子就忽悠弟弟妹妹来秦庄看看 实则是想探究一下逆转四季的秘密 而秦末知道有人来秦庄糟蹋自己的菜地 更是怒不可遏狂奔而来 看着外面堆放成小山的青菜 眼睛都红了 助手都给老子滚出来 你们干什么吃的 我让你们看好了大鹏 你们就是这么看的 秦末 你好大的胆子 敢对皇室子弟不敬 我敬你个头 你看看你们做的都是什么事 你们配备人尊敬吗 秦末气得冒烟 见那些熊孩子还在里面撒欢 他直接冲进去 一手一个将他们从里面揪了出来 秦汉子 我讨厌你 我让你玩火 我让你玩火 秦末 快住手 不就是摘了你几株菜吗 你竟敢动手打皇子 对你们来说 那只是几株青菜 可这些青菜 却是我们秦庄全体 奋斗大半个月 得来的先秦结果 你们凭什么不尊重 就因为你是太子 他们是皇子 就可以自意地 践踏我们的心血吗 这些青菜 一株要卖到三两银子 这里少说 也有四五百株 给钱 汉子 快住手 这一次的确是我们不对 你别生气 当务之急 是尽快不救 滚开 你明明在这里 为什么不阻止他们 我 秦末 是秦妹带我们来的 她作为秦家未来的主母 难道没有这个权利吗 秦汉子 是本宫带他们来摘的 你有什么火气 冲着本宫来 谁承认 你是秦家主母了 我秦末 就算打光棍一辈子 孤独终老 也绝对不会 娶你这样的女人 秦末 你好大的胆子 李心大怒 李玉树是她的一母同胞的妹妹 是大前的嫡长公主 下嫁给秦末 是秦家祖坟冒清烟 她还敢如此不敬 秦汉子 你最好把你刚才的话说回去 她也是李玉树的亲哥哥 哪里能见妹妹受这种羞辱 李玉树更是花言失色 泪水在眼眶打转 她死死地咬着嘴唇 我也知道 你不喜欢我 恰好我也一样 你最好去向你父皇 解除婚约 我一百个 一万个愿意 想让我秦末当你的兽气驸马 没门 今天我看在陛下的面子上 不跟你们计较 要是下次 你们还敢来秦庄撒野 我不管你是太子还是皇子 我绝对跟你们没完 秦末 你给姑等着 姑一定会在父皇面前 狠狠猜你一本 本王也是 七妹 我们走 咱们不受这个气 汉子 虽然他们有错 但你不该这么说 细节的 滚 就你这样 什么都不敢做 什么都明哲保身 就算你有千万巨资 也不可能夺回如玉妹子 李月被秦末骂 倒是不生气 甚至还觉得羞愧 秦末一点也没说错 他此前也多番劝说 却根本没人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连自己的产业都保不住 秦末能不生气吗 你等着 我这就进宫找父皇 等到他们离开后 秦末这才肉疼的 让人整理大棚和损失 损失超过三千两 有一个烟道被破坏了 需要重新做 丝绸被烧 有不少菜都被冻坏了 同时也知道了 太子过来是想打听出来他的技术 少爷 是我看管不利 我愿意受罚 如果责罚你们 能让这些青菜活过来 我绝对不惊扰 咱们在冬天种出了蔬菜 在所有人眼里 都是香菠菠 兜起来 来这里摘菜 搞破坏也就算了 还他妈想弄走 我的大棚技术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 越想越气 明天就是秦氏海底捞开张的日子 都给本少爷高兴点 赚了钱 少爷给你们分红 而回到皇宫的众人 直接来找皇帝 李渔书更是见到皇帝 就跪在地上哭泣起来 父皇 儿臣求您了 求求父皇收回成命 解除儿臣于秦家的婚约 儿臣愿意永伴清等 朕不是说了 退婚之事 不许再提 父皇 如果父皇执意 要让女儿嫁给秦诺 女儿不敢违背父皇的命令 只是结婚当日 还请父皇给女儿准备好棺果 大胆 你敢威胁朕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长前 你是大哥 又随着御叔一起来的 是不是秦汉子又做了什么荒唐事了 父皇 依儿臣看 那秦末的憨傻全都是装出来的 他实际上狂辈无边 根本没有将我等放在眼中 父皇 秦汉子非秦妹良配 今天 秦妹带着我们去了秦庄 秦末当着众人的面 殴打小时六不说 还大放厥词让我们滚 不仅如此 还当众羞辱秦妹 直言其不配做秦家的主母 父皇 替儿臣做主啊 秦汉子将儿臣摁在地上殴打 屁股都打开花了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 李世龙压抑的怒火 一众皇子公主 心中都暗暗高兴 唯有李月心里焦急万分 他想为秦墨说话 可真到了太极宫 他又如梗在喉 根本踏不出那一步 李月 秦汉子嘴笨不会说话 若是被叫来皇宫 哪里是他们的对手 他们一心想要让秦墨倒霉 如果你不帮他 谁来帮他 秦汉子屡次帮你 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他被父皇叫来问罪 父皇 儿臣有话要说 你想说什么 儿臣 老八 你最好想好再说 秦墨羞辱我等 羞辱妻妹 这是不可饶恕的重罪 我知道你跟秦墨关系好 但是你要清楚 谁才是一家人 大是大非面前 千万不要做错 八哥 你也看到秦汉子是怎么殴打我的 他虽然打的是我的屁股 可实际上打的是父皇的脸 是个人都可以威胁我对吗 就因为我母妃是个宫女 就因为我在宫里无依无靠 不受闯 所以谁都可以大声对我说话 谁都可以不听我的话对吗 大是大非 我很清楚 当时是非对错 更重要 父皇 是非取之而成全都看在眼里 七姐带着我们去秦庄 并没有提前智慧秦墨 大哥和四哥 他们只会说秦墨打了十六帝 却不说为何打 因为十六帝放火烧了大棚的丝绸 推到了种菜的架子 掘开了阴道 一个大棚的菜毁了大半 七姐的确已经昏配给了秦墨 却没有正式过门 尚算不得秦家大夫 宋算现在已经昏配 总容自家兄弟姐妹 损毁自家产业 便是在民间也会被人智慧 更何况七姐乃大前敌掌公主 若是这件事传出去 恐对七姐名誉有损 对皇家天威有损 是 秦墨的确动了手 也说了一些难听的话 但情有可原 请父皇明察 儿臣所说之言 若是有半句假话 儿臣都愿意受罚 八弟 您眼中还有我这个姐姐吗 七姐 我知道你瞧不上秦墨 但秦墨心眼不坏 最起码 他从来不会害人 再说算 连梁先生都佩服 甚至还能逆转四季 种植青菜 小弟斗胆问一句 当朝各家勋爵之后 可有一人能不做到 一马归一马 姑舅问你 难道秦墨羞鲁西妹 五大十六帝没错吗 不应该受惩罚 是非屈直 父皇自有定论 高世连 奴才在 茶 喳 等高世连回来 太极公气氛焦灼 太子冷冷看着李月 理智目光也不带一丝感情 其他人眼中满事不满 这一切李月都知道 他不愿再当人尾意 他也要争 打破了内心的枷锁 李月由内而外发生了改变 他的目光变得坚定 勇气汇聚在胸腔 他李月并不比别人笨 没有势力 那他就创造势力 别人看不起他 那就努力让别人看得起 自己最大的底气 就是秦末 世人都不相信秦末能成事 他信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半个时辰左右 高世连进攻 走到李世龙耳边 轻声低语起来 你为秦家尚未过门的儿媳 带着又弟又妹去夫家破坏 且不说秦末之言是否过激 你作为大前嫡长公主 没有约束自己的兄弟姐妹 反而纵容其破坏 损的是你作为长公主的名誉 大前添加威严 传出去 别人会说朕没有将你管教好 父皇 他们不仅会说朕没教好 还会累积你母后 秦末有句话说得对 子不教 父之过 是朕没把你教好 才让你如此骄纵蛮横 秦家于朕有救命之恩 当初如果不是秦相如替 朕党一见 朕早死了 烟有你们今日 朕对你太失望了 你只看到秦末的烈性的一面 却看不到他好的一面 要知道 人无完人也 还有你 你是太子 未来大前帝国的继承人 你居然放下国事 纵容弟妹破坏臣子财产 不仅不知悔过 还倒打一耙 恶人先告状 来人 张石棍 复皇 俄臣 来人 拖下去 李世龙对李欣很是失望 从李欣的目光中可以看出 他似乎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打他 侍卫将李欣拖走 很快外面就传来了李欣的哀号声 明日准备礼物 去秦府登门致歉 都下去 李欣留下 朕对你很失望 儿臣有罪 那你说 你哪里有罪 儿臣没有保秦庄 没有劝为弟弟妹妹兄长 你倒是聪明 儿臣人微言轻 既劝不了兄长 也劝不了弟妹 回来的时候 秦汉子跟儿臣发了一通火 儿臣 两头不落好 你下去吧 记住朕之前跟你说的话 父皇还是不信啊 或者说把我往坏处想 我必须要争啊 我要是不争 我的女人就要被人抢走了 我要是不争 等我离开京城后 我的母妃和兄弟谁来保护 他只是看到一车青菜 净脸色苍蹄地晕倒在地 就连同伴也只是偷偷地瞟了一眼 斯多菲那一抹惊艳的绿色 绿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周围赤发观众更是露出了同情的眼神 原来今天是秦氏海底捞开业的日子 并宣称青菜不限量供应 吸引了京城各路达观显贵前来 而作为太子党羽的三人之道后 却根本不相信秦末能冬天弄来蔬菜 跟秦末打赌 等拉青菜地车到了现场后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荧幕 不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不 是假的 下面肯定不是青菜 这些肯定是你教藏的 昨天太子一行人才从秦庄离开 照理说早该传遍了 可为什么公孙充几个人 好似个大傻蛋似的 难道是皇帝打赌 输了后不许外传 你家教藏的有这么新鲜 你家教藏的能储藏一两个月还不腐败 公孙绿帽 肚子疼 猴宰子 你们不会耍赖吧 别说 哼子给你们起的外号还挺贴气的 比你们原来的名字好听 我 我 我侯永远赌服输 从今以后 有你秦末的地方 我绕道走 我 我 算你很秦末 我还是不相信你能种出青菜 我一定会揭穿你的 来人 把肚子疼送回味国公府 内心受点冲击就晕了 真垃圾 汉子 哥几个这么够意思 不该整一桌 讲吃青菜啊 讲吃简单 看在你们这么维护本少爷的份上 那本少爷就破例为你们插队 不过吃完了 要给钱 啊 汉子 你也太高手了 就是 要不我们打一架 你打赢了 我们付钱 打输了你请我们吃 吃东西给钱 天经地义 傻子才跟你们打架呢 秦末转身走了进去 最终 他还是给他们开了一桌酒席 毕竟是自己的小伙伴 虽然这些人憨了点 但关键时候 他们是真的上能处 好吃 这心菜也太鲜嫩了 绝对不是叫藏伙 还有这三碗不过港 三勒姜在他面前就是小孩子过家家 啥也不是 汉子 以后砸个几个 可以天天过来蹭饭部 你家的饭菜太香了 现在一笔 我家吃的都是猪食 对对 秦末大哥 我跟我哥当你小弟行不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们当你的小弟吗 我同意了 成家双汉 还真是汉到了一定的境界 难怪能跟钱身打成一片 想当我马仔啊 行了 跟着大哥包你喝酒吃肉 但是有一点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什么心理准备 好事算我的 黑锅你们上 不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憨子 你变难 以前你可不这样 废话少说 知道这一桌要多少钱不 多少 最多不也就几十两 我们这里的青菜 二两银子一根 一盘菜 十到一百两不等 这三碗不过港 是我海底捞特供 一斤三乐浆要五两 我这里二两三碗 不过港要五十两 你们一人喝了半斤 就是四百多两银子 粗算也要一千二百多两 看在咱们这么熟悉的份上 就给你们抹个零头 算你们一千二百两好了 啊 憨子 你也太黑了吧 就这么吃一顿饭要一千二百两 你怎么不去抢 就是 你忒不够一丝了 不是饭菜太贵 而是你们太穷 一群穷逼 给你们认大哥的机会 你们不珍惜 吃不起 就给钱 啊 那我们愿你当大哥 那我们就可以天天来免费吃饭喝酒 对不对 最多三天 让你们吃一顿 多了没有 一顿饭一千多两 一个月让你们吃十顿 一个月就是一万多两银子 你们偷着乐吧 大哥在上 请受小弟一拜 那你们呢 呃 我想让我背你当大哥也不是不行 没人的时候你是我大哥 有人的时候 我是你大哥 滚你的蛋 你当我傻呢 大哥就是大哥 不管有人没有 那就是大哥 你看小宝多懂事 以后他过来 三碗不过港随便喝 谢谢大哥 哼 我是那种为了喝酒 就拜大哥的人吗 哼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大哥 哼哼哼哼哼 二弟 三弟 四弟 秦末之所以收下他们 也有自己的考量 一个好汉三个帮 他治不在朝堂 那朝堂之外 总要有自己的人吧 这青菜和酒水对他来说 成本很低 就能够拉拢到他们 何乐不为 走 接着喝 喝了半个时辰 三人直接醉倒了 秦末叫来扬六根 去厄国公府和成郡王府 通知一下 他们今天就睡这里了 是 少爷 下面还在吗 现在才接待第八十个客人 还有二十个客人 房东那边有没有 送一桌韭菜过去 已经送过去了 那边还特意让人送来了回礼 一根玉如意 呵呵 这个富婆还挺有钱的 我先去休息了 一会儿接待完所有客人 再叫醒我 说吧 今天一共赚了多少钱 少爷 咱们今天一共接待了一百位客人 一共消耗了二百斤青菜 六十斤三碗不过高 火锅 炒菜 一共赚了一万九千四百两 大概有六成利润 大鹏的成本也不低 前期投入了近两万两 还有其他费用都花了不少 不过两天左右 应该能收回所有的成本 第三天开始 赚多少是多少 大头是酒水生意 嘿嘿 好 大家今天辛苦了 先把银子归库 今天晚上一定要加强巡弱 一定不能松懈 是 少爷 可恨 这秦汉子居然真的种出了青菜 秦汉子逆四既种出青菜 这是违背圣人之言 违背天道伦常的事情 一定要遏制他 我听说 秦是海底捞酒是自己酿的 这可是天大的罪过 你们说若是陛下知道了这件事 是会包庇他还是 好主意 而且秦汉子逆四既种出青菜的法则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得到 到时候献给东宫 必是大功一件 没错 三的男人住店 却只能挤在一张一米五的床上 不仅要脱掉衣服 就连穿了二十年的买副茶也不留 而且半夜屋里还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 第二天三人发现下地后连路都走不了 原来昨天晚上三人和秦莫拜完把子 就喝得不省人事 随后就被下人扔在了床上 哥 你昨晚没有做什么事情吗 呃 三人来到大厅 就看见秦莫正在摆弄着一堆雪白的东西 完全忘了质问昨晚的事情 三人拿了一些放进嘴里 顿时呼吸都急促了起来 哪怕是最憨的程小宝都明白 这白糖生意绝对能赚大钱 秦莫之所以拉着他们做生意 也是有自己的想法 天下兮兮皆为力来 拉着他们做生意 可以牢牢将他们笼络过来 大哥你没骗我们吗 当然没骗你 六根书把准备好的白糖 拿出来让他们带回去 回家 这件事我们做不了主 不管怎么样 这白糖生意我是一定要入伙的 如果憨子真的能够大量供应 绝对能赚大钱 嘿嘿 兴奋的三人却不知道 回去后迎接的可不是什么启动资金 而秦莫这边开门后却发现 昨天还差点被挤破的大门 今天雀门可雀罗 怎么回事 昨天没告诉他们 开门时间 少爷 我昨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而且咱们发出去的号码 足足有六百多个 秦莫站在门口 发现路上的行人往里面看了看 然后又形色匆匆地离开 好像在躲避什么 出事了 六根书去打探一下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 少爷 杨六根急忙出门 大概半个时辰左右 杨六根脸色难看的回来 少爷 出事了 找到原因了吗 有人在外散播 我们违背季节种出的青菜 吃了会昭天且 而且他们还说我们私自酿酒 如果喝酒 便触犯了国法 哼 不用想了 肯定是公孙绿帽他们 三个搞的鬼 那怎么办 没人来吃咱们种的青菜 那咱们秦氏海底捞起不是 别着急 本少爷想想办法 话音刚落 不远处 一行人浩浩荡荡而来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秦氏海底捞门口 为首的 是一个身穿县陵官服的男子 笨管长岸仙仙陵城湾情 听说秦死亥地捞死姿娘舅 触犯国法 现在笨管难照搭前国法 进行查吵 别急 这个给你用 这不是能打卫星电话 还能反向充电的华为媒体60pro吗 小的受不得 你收下吧 反正我也是在左下角白嫖的 坐下去真能令 那当然 我左下角官方跟平台审核过的 没套路 你看 我发货信息还在呢 我已经领了台苹果15pro 还能领华为吗 当然 苹果15pro是不限量的保底福利 谁都能领 华为 mate60 是我这个视频 左下角的专属福利 只有5000台 先到先得 还真用 嘿嘿 别忘了 从我左下角链接下载的 输入VIP666 还有专属加速礼包 升级快千倍 华为苹果 隔天到家 我也去领 长安县县令 敢在本少爷面前耍官威 谁给你的胆子 来查抄我秦家的产业 说 谁让你来的 放开县令大人 呦 还他妈敢对本少爷 亮刀子 除非薰贵犯下 谋逆大罪 否则亮刀就是大罪 你哪儿来的胆子 让你手下的人亮刀 还有 你听说本少爷 私自酿酒 便过来查抄 捕风捉影 你可有详实的证据 秦汉自 你干欧大朝廷鸣馆 哪怕你私秦国拱私自 经养拱住夫骂 笨管就算品雕物傻貌 也要向陛下告欲装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叫本少爷憨子 快说 到底是谁 让你来的 否则老子抽死你 没有谁让笨管来的 昨天又人秦司害地老和来救 国朝雪梁 陛下严令金字娘救 你审为皇请国企 不亦审作则业就罢了 居然还公开 翻卖酒税 不准陛下 不准国法 简直惨狂至极 有笨事 你就把笨管打死 你打 有笨事你接着打 我听过无理的要求 没听过这么无理的要求 简直犯贱至极 大家都听到了 是他让我打的 这种无理的要求 我不满足都不行 秦墨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搂打朝廷命官 人群分开一条路 公孙冲 杜有为 后勇三人拥着一个 脱有威严的年轻人 走了过来 太子 难怪能指使的 动长安县县令 在京城 一板砖下去 都能砸倒一片薰贵 他一个正六品的小官 他连游说都不敢捞 又怎么敢跑过来 跟自己作对 孤在东宫都听说 你私自酿酒 甚至还卖出了天价 你好大的胆子 不打朝廷命官 定是不把父皇和朝廷 放在眼里 秦憨子 你当街殴打朝廷命官 在场数百人 看得一清二楚 这可是重罪 这一次你麻烦大了 有何 公孙绿帽 这里有你什么屁事 这个叫陈岸青的吊锚 跑到本少爷面前 大放厥词 还对本少爷亮刀子 本少爷被迫反击而已 同样有几百双眼睛看着 有大麻烦的是他 不是本少爷 我去 我们这么多人看着 你绝对颠倒黑白 秦憨子 赶紧束手就紧 否则要你好看 猴崽子 你看娘打赌 输给老子 不是说以后 再也不出现在老子面前 你说的话是放屁 大家快看啊 这个人是路国公家的猴崽子 打赌出尔反尔 说话如同放屁 臭不可闻 秦憨子你 秦憨子 你少在这里插磕打混 让开 陈县令 进去酥茶 若是他敢阻拦 一切按照大前律令办事 出了事 孤单着 微臣准至 秦莫 太子殿下又令 让你底人让开 负责别怪 笨管一鸣行司了 少爷 让了吧 让 为什么要让 让开了几不是 证明我们真的私自酿酒 陈万松也好 太子也好 难道捕风捉影 就能私茶 没错 我是卖酒 但是我所卖的酒 是二次加工所得 并非用新粮酿造 你说是你二次加工所得 便是二次加工所得 除非你证明给我们看 没错 秦憨子 如果你能证明 所买之酒非新粮所酿 那你拿出证据来 而且 你倒行逆施 逆季节种初青菜 打破天地平衡 恐将降下天前 现在马上停止种植青菜 上交所有种植技术 等朝廷调查清楚 是否真的会招来不祥 再另做他算 这下秦憨子要倒大美了 呵呵 当今殴打朝廷命官 看看秦相如能不能保住他 秦莫 不管再问你一句 让死不让 好 既然陈大人想查 太子殿下想查 那就查吧 陈万青带人进入秦室海底捞 不放过任何一个地方 连老鼠窝都给撅了开来 最后找到了粮库和酒窖 从里面发现了 大量的青菜和酒水 太子殿下 你们在厂库里 大量用醒粮酿造的酒水 以及秦菜 证据缺凿 请太子殿下明察 秦莫 你私酿酒水 证据缺凿 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藐视王法 秦莫 你麻烦大了 秦憨子 触犯国法 这下没人能保住你 秦国公是此秦莫 触犯国法 私自酿酒 道行一时 种植青菜 证据缺凿 暂行收签 带姑上报父皇 再做处置 抓起来带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